疼痛为什么不能靠吃止痛片 疼痛科到底是做什么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延长 它药物的剂量会越来越大 剧痛的带状泡疹 疼痛科医生有哪些应对妙招 那个病人他不敢盖被子 因为被子一碰到他的皮肤 他就会剧痛 后来我们给他做了这个神经组织 做了摄影来让我们明显环境 约见明医特幼南京古楼医院 疼痛科主任医师陶高健 等你聊聊哪些疼痛不能忍 观众们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全媒体大型互动 健康科普节目约见明医 我是主持人小乐 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在我苏网 理智新闻 健康江苏等 全媒体的各大平台上 和我们进行互动 同时今天节目的整个录制过程 大家可以在千料的直播间同步听到 首先欢迎今天的现场嘉宾 南京古楼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陶高健 让我们掌声欢迎 陶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陶高健 南京古楼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行政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疼痛分会青年委员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常委 陶主任 我觉得疼痛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头痛 牙痛 脚痛 关节痛 可能大家过去都觉得这个如果说我牙疼肯定去口腔科 如果说我这个关节痛肯定是到骨科 那为什么现在医院还专门要设立一个疼痛科呢 这个科室是看什么病的呢 对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么从我们人预生俱来 我们认为疼痛就是伴着我们的医生 我们可以说调查一下说 有人这个医生一辈子都没有过疼痛吗 我觉得没有 至少肯定心痛也有过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那么疼痛这个问题呢 对他认识上面我们就也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 一开始我们认为疼痛是一种症状 因为这个地方疼痛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那么随着我们对于疼痛的这样一个认识的深入 也随着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我们大家会发现 以前我们会觉得是什么 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要有一点轻度的疼痛 要忍着 忍一忍就好了 不然人家会觉得你太娇气 是吧 对对 是 那么 尤其是男人 对 要忍痛 是的 是的 对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后来就发现 这种疼痛 既可能是要命的 一下子比如说我们心痛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脚痛 心脚痛我们现在要干嘛 我们要赶紧到这个我们的去看急诊 那么现在有可能是用药 有可能要去放支架 对 甚至有的人要去扎桥 因为这个痛是非常凶险的 对 它可能要命 那么有的疼痛 比如说背痛 而以前大家觉得背痛 没有 反正也就是我们忍一忍过去了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有的时候背痛 可能它是一个主动脉的加成 它一破掉这个人很快 短肩内血就流掉了 对对对对 尤其是散射性的疼痛 更应该小心 对 所以说有一部分的疼痛 是要命的 对 那么这一部分 需要我们立刻去处理 不能拖延 那么还有一部分疼痛 大家觉得说 反正不要命 没关系 我们拖一拖 行不行 不行 也来问题 为什么 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们说对方泡疼 对方泡疼 对的人很多 对对对 全身上下都可能会出现 那么我们最早碰到的 对方泡疼的病人 是怎么看呢 一开始 皮肤上长得泡疼 找皮肤科去看 对不对 然后皮肤科医生一看说 嗯 你这是对方泡疼 我给你做治疗 那么抗病毒 那么用一些药物 那么很快皮肤上长好了 然后 皮肤科医生说 OK 你皮肤上长好了 可以回去了 这个时候病人说 我还痛吗 那么 接下来就出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我觉得这就是解释 为什么会有一个 专业的疼痛科的出现 皮肤上长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病人就去跑了 说你看我还痛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皮肤科医生说 你皮肤长好了 跟我 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到我这看就 我只能治这个问题 对对对 OK 那怎么办 说你疼痛 疼痛看哪呢 要不然到神经内科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戴端泡疼 实际上是病毒侵犯神经 好 到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医生说 对啊 你这个时候神经痛啊 那我给你用药 那么用完药 有一部分人可能就好了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说 我还痛 而这个时候 神经内科的医生说 我也治好了 对 到我这儿 我看我就用药治疗 对吧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就不知道往哪儿去看 好 那怎么办 然后去看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医生说 你这些不要动手术 虽然是神经的问题 但不要动手术 对不对 那么好像也不归我管 然后再想想到哪儿去呢 中医科用点中医药 那么有可能也一部分人治好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还疼 那怎么办 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们见到的病人 非常有意思的 我曾经见到一个 这个带脏泡枕之后 疼了十多年 是胸部的带脏泡枕 痛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不敢碰这边的皮肤 因为一碰就剧烈疼痛 他晚上睡觉怎么睡呢 他自己 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这个人民群众的 创造力是无穷的 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架子 什么架子呢 就是说不挨到他的皮肤 躺下来的时候 这个架子可以放在 这个胸部上面 然后再把被子盖上去 不然的话 他只要被子一碰上他的皮肤 他晚上是根本睡不到觉 然后这样的病人 他们就跑来跑去 不知道在哪儿 跑很多医院 很多科室 然后后来 发现还有一个疼痛科能管 来了之后 我们把疼痛 成功地把它控制住 通过神经组织 通过射频 通过脊髓电刺激 等等很多的办法 因为我们疼痛科 也还是有很多办法 虽然年轻 但是有很多办法 那么大家会发现 这类疼痛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你一开始可能 不重视 或者你重视了 你没找到合适的方法 去把它处理的时候 这个疼痛会长期地延长下去 延长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这个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病人 在他没有发明这个架子之前 他每天晚上是睡不了 一两个小时的 那么这个中间 我接着说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 大致的我们把疼痛这么去分 就是要命的疼痛 你需要马上去处理 那么还有一部分不要命的疼痛 你不能脱 你要及时去处理 尽早去处理 那么这样分可能更好一些 所以刚才我们也通过 陶准的介绍 知道了在我们的医院 现在还有个疼痛科 能够解决大家疼痛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网友可能有很多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想要请教您 请您给大家回答一下 解答一下可以吗 非常乐意 好的那您这边请 陶准来看这个问题 疼痛不是病 而是一种症状 这种说法对吗 这种说法呢 实际上我觉得对了50%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疼痛呢 实际上有很多的分类 有一种疼痛呢 我们分类呢 我们把它根据时间来分 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 大家从字面上一看 大家能理解 但是实际上呢 你要给它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诊断 那么我们其实是比较难 比较难 但是一般认为 就是急性疼痛 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 我们认为一个月以内的疼痛 可以认为是急性疼痛 这是单纯的从时间上来说 一般认为三个月以上 可能就是慢性疼痛了 那么当然有人更积极一点 说一个月以上 也可以归于慢性疼痛 那么急性疼痛 我们一般认为是一种症状 症状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说疼痛是一种保护机制 它提醒你说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这个胸痛了 我们这个考虑可能是一个心梗 那么这个疼痛就在提示你 你的心上可能出问题了 那么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就是告诉你 你哪有问题了 你要去处理 那么这是指急性疼痛 但是一旦涉及到慢性疼痛 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说带传炮枕 带传炮枕 我们长了炮枕之后 炮枕长好了 按道理说 应该不疼了 对应该不疼了 症状消失了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人会遗留这种疼痛 但这种疼痛 我们说是一种 对很多病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它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这个时候 皮肤上的炮枕已经长好了 尽管我们的身经并没有修复好 但是这个时候 带来的疼痛 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提示意义了 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带传炮枕了 那么这个疼痛我还需要它干嘛呢 我不需要了 但是它仍然存在 这个时候 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 它就没有积极的意义 它是一种负担了 对 是一种负担 甚至是一种折磨 对吧 一个晚上可能被人睡不好觉 或者说他全程灌注地说 你看每天我都在痛 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对整个生活没有兴趣 甚至有人出现了抑郁焦虑 从2000年开始 大家已经达成一个一致 它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约界明依健康会顾 疼痛是一种症状 也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一个月以内的疼痛是急性疼痛 超过三个月的疼痛是慢性疼痛 疼痛科专门治疗各类顽固性疼痛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约界明依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是南京鼓楼医院 疼痛科主人医师陶高健 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哪些疼痛不能忍 如果大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呢 我们的民意专家团队也会在后台呢 及时为大家回复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 我们全媒体的互动当中来 好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哪里疼就该看哪个科的医生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这个是典型的 你看主持人都说出来了 对吧 大家一说都笑了 这个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实际上这个中间会有很大的一个密切 就是说你说我肚子疼 OK 那我想到的是什么 普外科 消化科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病人把他的问题都排除了 查了水滴 查了磁工程 查了超声 这个没有发现问题 气质上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疼 怎么回事 怎么办 然后我们来一查 我发现它可能是腹壁软组织的问题 也有一部分人 它可能是在他抱枕 一里有了神经痛的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的少见的 比如说手术最后的切口痛的问题 那么这些疼痛 你再去找这些科 那么这些科的医生说 不归我管了 所以说它的部位并不是判断 我到哪个科去的唯一标准 当然一般来说我们会想 比如说我偷疼 偷疼到哪去呢 那么我可能首先去找某个科室 比如说我找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一看说 你看你的头颅上面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给你用一些药 或者说它查出来有一些大脑里面长一个瘤子 或者说有一个血管破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是另外一个去处理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 比如说一看 好像也没有 既没有大脑里面的问题 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气质性的问题 这个时候干嘛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 你要跟疼痛科就打交道了 它有更多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有紧缘性头痛 有偏头痛 有重疾性头痛等等 陶主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疼痛治疗就是吃点止痛药 打封闭针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小瞧我们疼痛科了 实际上疼痛治疗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接着前面的话题说吧 就是说我们认为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 那么这种疾病我们现在也在不断地去深入地研究它 我们就发现它可能在脊髓或者大脑 它都可能发生一些改变 这种改变不是说那个地方长一个流子 或者是出现其他的一些外形的改变 不是的 而是它在神经的地质方面 和神经纤维之间可能会有些交叉 有些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神经做治疗 当然有很多人通过药物 药物是解决可能80%的病人的问题 还有20%的病人 我们需要其他的治疗 当然这个治疗可能有人说 那你打分批是不是一种治疗啊 当然也是 对吧 但是打分批只是我们治疗中间太小的一部分了 也就是说目前疼痛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针对不同的疼痛 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手段还是非常多的 对 这个里面我就说一个 我们疼痛科其实我们最拿手的 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 我们觉得说是什么 微创治疗 这个微创治疗当然概念也很大 我们可以做射频 可以做脊髓电刺激 我们现在还可以针对比如追肩盘突出 我可以做这个微创消融 我可以做追肩孔镜 这个追肩孔镜也非常有意思 我可以在镜子下面就能看到你的突出物和神经 然后把你把这个突出物把它拿掉 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我们还可以比如对一些 我们疼痛科除了慢性疼痛之外 当然还处理一些急性疼痛了 比如说我们追体压缩性骨折 导致了这个疼痛 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做一个微创治疗 一个三四毫米的小口子 小孔进去之后 我们把一种高分子材料 我们通俗地讲叫骨髓泥 骨髓泥 对吧 打进去 打进去这个病人非常神奇 打完了他的疼痛就缓解了 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所以说这一类的这个微创手术 才是我们疼痛科 我们觉得针对这种顽固疼痛 那么非常有效 也是我们的我们叫核心技术了 对吧 好 那关于疼痛这方面的话题呢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吗 好 非常乐意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约界明医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 是南京鼓楼医院 疼痛科主人医师陶高健 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哪些疼痛不能忍 如果大家呢 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呢 我们的明医专家团队 也会在后台呢 及时为大家回复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 我们全媒体的互动当中来 好 陶主人我们来看一下 全网热搜关键词 我们罗列了三个 第一呢是三叉神经痛 第二呢是带状泡疹痛 第三呢是糖尿病 应该说呢 这三种疼痛呢 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尤其是这个三叉神经痛 被称之为天下第一痛 痛起来真是要人命 还有这个带状泡疹痛也是 如果长到腰上 那叫舌缠腰 也是非常的痛苦 那么有点出乎我意料 我一看这三个热搜 全是神经痛 对吧 当然这个里面也顺便说一下 就是说 作为我们疼痛科来说 平常我们在日常的 临床工作中间 碰到的 大概大多数都是 紧接药腿痛 那么这是占到 大概40%到60% 然后 第二个就是神经痛 这个里面就包括 三叉神经痛 对端泡疹 也包括糖尿病的 外周的神经病变 那么这个里面 就正如你刚才 主持人刚才说的 就是说 我们胎下神经痛 是天下第一痛 那这是痛的 我们曾经有个病人 到我们那儿来 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他一张口 然后这个 就说不出话来 同时一张口 我就不由自主地 往后退了一下 为什么呢 一个他一张口的时候 痛得非常厉害 更重要的是 他一张口 他的口气非常大 为什么呢 他不敢刷牙 哦 张不开嘴吗 张不开嘴 然后他只要牙刷 一碰到他的牙齿 他就剧痛 跟刀割一样 所以说 然后这个病人 我们进去一查 我们吓一跳 为什么呢 他这个血侠非常低 低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低到 我们叫危机值 就是说可能会 危机到他生命的 这个素质 所以说 这种三叉神经痛 对我们的这种 生活 对我们病人的这种 生活影响 真的是非常大 那么三叉神经痛 而且在我们这一类 神经痛中间 我们觉得非常典型的 或者说 非常有特征的一个 就是说这类的病人 他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疼痛 他不像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肚子痛了 将来这个可能会 有肚子里面的问题 你要不去处理 他可能会 比如说化脑性 蓝尾炎 他可能就出来了 对吧 或者说胃溃疡 或者胃胸口就出来了 他不是的 他就是以疼痛为主 所以这类类的疼痛 那么一般来说 那么到疼痛科看的 就比较多了 当然了 疼痛科也是有 很多的方法的 你比如说三叉神经痛 那我可以给他 做神经组治 可以给他做 这个射频治疗 或者说胃血管压迫 当然还可以 到神经外科 去做胃血管减压术 所以说他的方法 是比较多的 关键是什么 就是你一旦发现 你要首先去看 那么正如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刚才说的 这个问题说 哎呀 你的疼痛 是不是吃止痛药物啊 当然三叉神经痛 是需要吃止痛药物 大多数人通过药物控制 是能够得到 比较好的控制 但是它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延长 它药物的 剂量会越来越来越 到最后 是的说 这个病人倒是个头晕了 然后出现 肝功能损害了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 会出现严重的过敏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做一些 必要的干预 这三叉神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非常常见 尤其是在中老年人身上 那我们觉得是 而更加是我们会觉得 非常对于病人的生活质量 非常有影响 它是病毒入侵 所以刺激到这个神经之后 非常的痛 对对对 它实际上 我们说 实际上病毒侵犯神经 这个病毒是什么呢 我们说 是叫水痘带状泡疹病毒 也就是说 我们小时候的水痘 就那种病毒 我们全身 身上出疹了 对吧 那个里面就含有很多的病毒 那么等到你疹子完全吸收了 这个时候 你的可能水痘好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的病毒就清除了 没有 对 这种病毒有个很典型的 我们叫视神经性 什么叫视神经性 就是说这个病毒 它就喜欢躲到神经的旁边 或者躲到神经间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水痘好了 这个时候病毒 就躲在我们人体的 某个神经间里面 抵抗力一旦下降 对 它就入侵了我们的神经 它就顺着神经往外跑 那么大家会看到 它不仅仅 主持人 你刚才说到腰上 到胸部 对吧 实际上它全身都可能 为什么呢 它躲在哪个神经 顺着哪个神经 去跑 它就跑 它就出现在什么位置 比如出现在头部 比如出现在胸部 出现在四肢 都有可能 那么这样的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患者来说 他休息休息 提高一下营养 那么可能就好了 抗抗病毒 但是对于中宝病人的 抵抗力比较弱的话 对 很有可能就会有 带状炮疹的问题 对 就一流我们叫 带状炮疹 后神经痛 那么这种神经痛 就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说 你喷一喷它 皮肤 它会 有的人会惨叫 真的惨叫 就像我前面举的 那个例子一样 那个病人 他不敢盖被子 因为被子一喷上 它的皮肤 它就会剧痛 当然了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架子 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不是长久之际 那么后来 在我们医院里面 到我们科 后来我们给他 做了这个神经组织 做了摄评 疼痛明显缓解 解决了 成功地解决了 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今天 我们节目的主题 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在励志新闻上 发起了一个调查 就是遇到疼痛 你会选择 先忍一忍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调查结果 认为会忍一忍的观众 有三千多人 认为不会忍的观众 有两千两百多人 这个调查结果 您能给大家 来解释一下吗 这个非常有意思 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调查 实际上 我觉得已经 出乎我意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回到 十年前 或者二十年去 如果我们也做 这样一个调查 我估计这个比例 可能不是 更悬殊一点 对 更悬殊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正如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 一个观念 跟我们现在 对于疼痛的 这样一个认识 实际上 有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我们传统认为说 我们这个有疼痛 我们要能忍耐 这是一个 中国的这样一个 文化传统 就是说我要忍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实际上 在我们整个的 日常生活中间 我们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要工作 我要有其他的 很多重要的事情 这个疼痛 只要不那么厉害 我去管他干嘛 大家可能还是觉得 这个还不够疼 对 小疼那就忍一忍 对 但是我们也欣喜地 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另外一种趋势 就是说随着我们 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们对于 整个生活 这样的重视 我们发现 就是说一方面 我们希望避免 那种要命的疼痛 对 比如说我们头痛 头痛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 他也是学医的 他后来就是 头痛 后来发现 这个脑子里面 长了一个血管畸形 后来破掉了 很不幸 他后来为此去世了 这个 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头痛就要重视 再比如说我们 这个胸痛 尤其是左边的胸痛 对吧 那么 我们很有可能会考虑到 我们的心脏会有问题 那么这都是要命的 所以这种疼痛 你不要忍 你要去看 也可能它并不一定 就是我们脑子里面 长了什么东西 或者说 我们的心脏有问题 但是你把它排除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要命的疼痛 一些关键部位的疼痛 包括腹痛 剧烈的腹痛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忍 要去及时地去看 这是一 第二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不要把这个 急性疼痛 脱成慢性疼痛 所以说 这个意义上就是说 你的忍 我们不要命的疼痛 可不可以忍一下 可以忍一下 因为你在很多时候 你可能遇到情况 或者说 你自己 反正我判断也不要命 比如说 我就关键了一个疼痛 对吧 我看一看 我休息一两天 我能不能缓解呢 可以的 这种 这个时候忍 并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如果说 你超过了三天 或者超过一个星期 这个疼痛并没有缓解 甚至越来越重 那你就要重视了 你要赶紧去看 所以说 我的建议就是什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 有部分疼痛 不能忍 要命的疼痛 不能忍 不要命的疼痛 可以忍一下 短时间忍 但是不能 忍的时间过长 不能把它拖成慢性疼痛 因为一旦 这个疼痛变成慢性疼痛 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治疗的难度 会极大的增加 好 今天节目的 整个录制过程呢 大家可以在 千老的直播间 同步听到 我们选取几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呢 也请我们的陶主任 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好 您来看这个问题 这位网友说 他爸爸今年65岁了 关节不好 疼的时候都站不起来 请问有什么建议 应该吃止痛片 还是动手术 首先我要表演一下 这个网友 很关心爸爸 非常孝顺 非常孝顺 其次呢 我要批评一下 这个网友 这个提问题 提得不明确 关节不好 我们全身有太多关节了 对 什么地方 什么部位 因为什么 对 痛的时候站不起来 我估计 有可能相关的是 两个关节 一个是髋关节 一个是膝关节 当然还有可能是 怀关节 膝关节会比较多一点 痛的时候站不起来 那么有什么建议 首先都已经痛得站不起来 第一个就应该是 你要找专科的医生去看 不管是找疼痛科 还是找骨科 那么关节嘛 对吧 要么疼痛科 要么骨科 当然了 如果说发现不需要手术 那么可以在疼痛科 去来处理 或者说还有康复科 还有中医科 对吧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那么应该不应该吃止痛片 实际上痛得厉害 我们就应该把疼痛控制下来 对 所以说需要用药 那么就要用药 那么这是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 吃止痛片 不要自己随随便便地吃 对 那么65岁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相对高危的因素 什么高危的因素 它可能有高血压 可能它的胃肠道 可能会有问题 我都怀疑它是不是有 是因为它的痛风 而引起的关节不好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它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原因 会导致它的关节不好 所以这个网友提供的 这个信息呢 实际上是不够的 实际上是不够的 那么第一 它能痛得厉害 应当吃止痛片 但是吃什么止痛片 要有讲究 比如说你 这位网友的父亲 他的胃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会影响我们 他有没有肝肾功能的问题 那么他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 都会影响我们 的选择 那么要不要动手术 那么这个问题 你得看 它到什么程度了 比如说我们 以膝关节为例吧 我们拍一个X片 或者说做一个 核子功能的检查 我们发现 它的这个半月板 已经有损伤了 严重的损伤 或者是撕裂 那么 比如说 它的关节间隙 已经明显的 已经两个弧度 靠在一块了 对吧 关节间隙变小了 那么这个时候 有可能就需要 做手术来干预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面 可能我们不需要 那么我们通过保守治疗 物理治疗 药物 然后再不行 我们还有一些 微创治疗 比如说外资的松解 或者说对神经的 一些调节 射频 那么这样都可以造成 都可以把这个疼痛 把它缓解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 全媒体大型互动健康科普 节目约见名医 我是主持人小乐 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 陶主任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身体出现 哪些疼痛是不能忍的 哪些疼痛是一定要到医院 去及时就医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 出现了疼痛 一定要引起重视 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朋友时间 我们再见 好 下期再见